这是一家神奇的马戏团 除了常见的旋转木马 恐怖巫 过山车之外 还能看到一些特殊项目 比如这个衣着清凉 能够承受上万幅电压的魔法少女 还有会读心术的巫师 最吸引眼球的 当属那个经过科学家认证 喜欢手撕活琴的伴手人 马克是这家马戏团的临时工 主要盖些搬运货物之类的体力活 这天晚上天降暴雨 会计愿意支付一美元 让马克帮忙收摊 然而结账的时候 会计只给了俩钢棒 他给的理由是 马克看伴手人表演没给钱 时间和门票都从工资里扣 这哪里是马戏团 这明明是吸血鬼 马克没有得到满意的报酬 抱着会计的宝贝收音机就走 会计见他难缠 不得不妥协 不断给了钱 而且还告知了马戏团 下一个巡演地点 于是马克顺利转型 从临时工变成了随团小杂役 自然而然接触到了马戏团 许多核心机密 比如那个疯癫又肮脏的伴手人 实际是被诱拐过来的流浪汉 诱拐很容易 难的是寻找一个合适的流浪汉 无依无靠 极度贫困且喜欢酗酒的人 才是最佳人选 只需要说 现在有份包吃包住的工作 他就会上钩 但这还不足以让一个人放弃人性 还得装作不经意的样子 递出两杯加料的酒 然后趁他脑子昏沉的时候进行洗脑 不要担心他会反抗 等他清醒的时候 肯定会大哭大叫 只可惜为时已晚 他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 丢着火机过去 他就会像个野兽一样吸血吃肉 半兽人很可怜 但更多人只会嫌弃和害怕 那些看表演的 根本不在乎半兽人到底是不是野兽 只想从半兽人的歇斯底里和痛苦挣扎中 获取快乐 仅此而已 在药物和长期囚禁的双重作用下 半兽人通常会混淆现实和虚幻 最终彻底疯掉 一天晚上 半兽人突然逃出笼子 不知所踪 会计很着急 让马克帮忙寻找 且不说疯癫的半兽人会不会伤人 少了一个项目 马戏团会少挣很多钱 马克在恐怖屋里发现他时 半兽人的嘴里正嘟囔着 我本不是这样 我本不是这样 半兽人被暴打一顿 重新关进笼子 最终因为受伤和疾病奄奄一息 会计榨干了半兽人的架值后 将其丢在精神病院门口 只要不死在马戏团 一切就与他无关 半兽人原本是什么样的 马克心中涌起的那一丝怜悯 还不足以驱使他 深入探究这个问题 因为当时 马克的心思全在莫莉的身上 莫莉是马戏团藤花 也是表演高压电 穿身而过的魔法少女 这个项目真的带电 只不过是微电流 害人的光电效果 全靠服装上的特殊材质加成 追求玛丽的青年排成长队 马克为了拿下女神别出心裁 为玛丽量身定制了一套表演方案 节目效果出奇的好 玛丽因此也对马克刮目相看 觉得她是埋没在泥土里的黄金 对马克来说 待在这个小小的马戏团确实屈才了 她有更大的野心 她想走进城市 表演能够轰动世界的节目 马克既没有小矮人那样奇异的身材 也没有收藏微賢品的特殊癖好 只能靠聪明的头脑 马克混进马戏团不久 便通过洗澡 勾搭上了表演夺心术的巫女 巫女和巫师是一对搭档 本来台上表演的是巫师 巫女在台下辅助 但是巫师有一天突然凉心发现 不愿在当众表演片术 忽悠观众的眼泪 巫女被迫从幕后转到台前 马克来到马戏团后 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巫女的小房子里 三人渐渐熟悉 马克也经常去给巫女的表演捧场 所谓读心术 其实就是读信术 开场的时候 巫女会让观众 把最在意的人和事 写在信上 统一收走 然后装模作样的表演 巫师则藏在台下 随便打开一封信 把提示写在黑板上 两人密切配合 不漏破绽 经常有观众信以为真 马克本来对这东西不感兴趣 但有一场表演中 巫师他被喝醉 表演到一半就睡着了 巫女面对观众 依旧从晒如流 所谓读心术 到底是真是假 马克询问巫师和巫女 得到一致的答案 当然是假的 哪怕巫师之前表演的 那种更加高端的读心术 也是假的 即使没有书解提示 他们也有一套暗语 手势 眼神 表情 甚至站位都可以传递信息 马克继续提问 那为什么缺少提示 也能够猜出观众心中所想呢 巫师哈哈一笑 这还不简单 所有普通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会被童年的梦魇困扰一生 对女孩子来说 这个梦魇可能是母亲理事 对男孩子来说 这个梦魇可能和父亲有关 这没什么难度 就是瞎猜 也有七成概率梦对 想要猜得更精确 就要加上细致的观察 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秘密写在身上 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发现 血底磨破的人肯定穷困潦倒 款式老旧的项链 很有可能是亲人的遗物 马克想拜巫师为师 学习读心术 却被巫师拒绝 马克尔如默染接受到的皮毛 已经足够糊口 继续往下学 会有侮辱歧途的风险 骗子一旦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 并坚信自己有与众不同的魔法 悲剧就会发生 巫师自己就是前车之剑 但马克不听劝 他也被欲望迷惑了双眼 一杯毒酒 把巫师送上了天堂 随后 马克偷走了记载巫师 毕生心血的笔记本 修炼成马戏团 最厉害的毒心术大师 高端的骗局市场心理战 让人分不清虚假和真实 警察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 被马戏团展开突击检查 会计赶紧通知众人收起违禁品 并拜托马克拖住局长争取时间 正在表演奠基少女的茉莉 因为衣着问题 被局长当作第一个开刀目标 马克迅速跳上台搬下机关 场上充斥着骇人的电流和硝烟 吓得众人连连后退 莫莉装作有气无力地弯下腰 捕住了气势汹汹的局长 马克趁机施展骗子毒心术 他先叫出局长的名字 而后神圣叨叨地把局长拉到旁边 接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 马克又准确地说出 局长童年生过一场大病 并扯着局长的项链 为鬼魂传话 声称局长的母亲希望她做一个宽容仁爱的人 这一连串操作太过逼真 局长被忽悠权了 放过了马戏团 可事实上 局长的名字是马克从搜捕令上看到的 猜测局长童年不幸 不过是因为局长走路右腿微全 很可能是小儿麻痹 至于最后的灵魂对话 完全就是瞎懵唬人 局长看起来都年过半百了 母亲怎么可能还活在人世呢 怎么编排都不会出错 麦克这次连微不惧的表现 成功拿下马戏团团花 莫莉的芳心 众人举杯欢庆的时候 莫莉和马克约定私奔 到大城市另谋天地 两年后 马克和莫莉齐心协力 将独心术升级为通灵术 搬进了城市的大剧场 场场爆满 座无虚席 一场接一场的演出 让莫莉有些疲惫 但马克对现状仍旧不满足 一天 剧场里有位观众 看破了两人的小把戏 当众杂场子 要马克猜猜他手提包里 到底有什么 莫莉多次试图帮忙 却都被这位观众打断 只能干着急 马克随机应变 拉下眼罩仔细观察 根据他的年龄和服装打扮 盲猜手提包里有只袖针手枪 马克蒙对了 场下的观众 对他的读心术更加深信不已 有个法官亚于读心术的神奇 私下与马克会面 愿出双倍价钱 让马克到家中坐坐 和法官同行的 还有那名观众 马克接过名片 发现那名观众 是法官的心理咨询师 很明显 法官有心急 想要寻找安慰 马克制止了莫莉的反对 接下了这个单子 去法官家之前 他先见了心理咨询师一面 两人达成协议 心理咨询师提供相关资料 收益无误分账 原来 法官唯一的儿子 违背父母的意愿 执意要参军 最后战死沙场 老两口连孩子最后一面 都没见着 马克事先得知这些消息 到法官家中之后 只需要装神弄鬼的表演就行了 马克告诉法官夫妇 他们的儿子牺牲的时候 没有痛苦 并在遥远的地方 思念着他们 期待一家人能够早日团聚 法官夫妇大为感动 不久 手动前往天国 有心魔的人 会追随心魔而去 很难分的心现实和虚幻 马克自以为能够掌控一切 实际上 也被心魔所困 难以自拔 马克的童年 有个不负责任的父亲 年轻时放荡成活 最后落得一身疾病 让马克赡养 马克深深厌恶父亲 厌恶父亲带来的穷苦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 马克渐渐活成了父亲的样子 但同时 他又想和父亲撇开关系 所以他否认自己所有的不良习惯 追求无尽的金钱 他活成了骗子 只有玩弄别人的内心世界 才不会被别人 窥探到自己的内心 他的口头禅 是从来没有 只有伪造出一个圣洁的自己 才能用高高在上的姿态 碾压别人 马克背着茉莉 偷偷接下第二个单子 对方是个富翁 极富前世 警惕心非常强 凡是欺骗过他的人 下场都很惨 深夜 马克去找心理咨询师所要资料 心理咨询师向他展示了身上可怕的伤疤 顺便亲密交流一番 加深了合作关系 那道伤疤 就是得罪富翁的下场 马克毫不畏惧 选择铤而走险 富翁的心结 是年轻时候的爱人 从前他是个风流浪子 毫不顾及爱人的情绪 间接导致爱人难产而死 爱人死后 富翁才发现 谁才是心中至爱 可惜为时已晚 这么多年来 富翁一直活在深深的愧疚之中 想要亲口对爱人说声抱歉 约定的时间到了 马克被接到豪宅 先接受了一通 比上飞机还严格的搜身 然后被接上了测谎仪 马克背着针掌吓了一跳 他可以控制语言和表情 却没办法控制心率 接下来该怎么办 问题越来越过火 富翁的助手 甚至直接问马克是不是骗子 马克要是承认了 今天就别想走出这间豪宅 关键时刻 马克集中生智 用富人的爱人当枪 富人果真颜色大变 再也顾不得测谎的结果 把马克请进豪宅 富翁向马克展示了 他为爱人建造的花园 并表示愿意出高价 让马克定期过来 马克以为他掌控了富豪 实际上他被富豪掌控了 富豪觉得金钱可以买到一切 即使是拥有通灵术的神仙 也要服从他的命令 富翁的愿望越来越过分 他渐渐不再满足于通灵术传话 还逼迫马克让灵魂现身 要和灵魂直接对话 马克一个骗子 能做到这一点吗 巧的是 他还真能做到 马克曾看过富翁爱人的合照 那个女人 长得和莫莉有八分相似 而且 马克还想办法 买到了富翁爱人 穿过的同款古典长裙 马克已带给富翁生的希望为由 哄骗莫莉 扮演富翁的爱人 莫莉本就反对这些骗人的东西 偏偏这个时候 又发现了马克花心的证据 这两年多的痴心追随 仿佛都成了一个笑话 莫莉丢下一封信 直奔车站 马克已经答应富翁实现他的愿望 不管是毁约的后果 还是那巨额的酬劳 都能让马克不惜一切代价挽回莫莉 他追到车站 第四横流地向莫莉诉说着爱和后悔 最终莫莉心软了 他换上富翁爱人穿过的同款裙子 决定让这最后一次配合 成为两人爱情的祭奠 花园外的吉普车上 莫莉向马克提出分手 马克只是深深望着他一言不发 而后转头下车 实现富翁愿望的时候到了 马克支开富翁的保镖 静待莫莉的到来 富翁一睁眼便看到矮矮白雪上 站着一位美丽的新娘 蓬松的裙摆上还沾着吉姆鲜红 我魂牵梦绕的爱人啊 你终于现身了 富翁不顾马克的阻拦 疯狂地跑过去抱住了女人 马克和莫莉都傻了眼 这跟预定的剧本不一样啊 按照原计划 莫莉八点钟会换好衣服 出现在花园里 让富翁摇摇地望一眼 马克再让富翁闭眼祈祷 给莫莉创造悄悄离开的机会 谁也没料到 富翁不按套路出牌 他竟然跑到跟前 跪下痛哭 两人的距离太近 莫莉生怕露线 不知所措 富翁也察觉不对劲 发现眼前人并非自己的妻子 富翁感觉上道受骗 当即恼羞成怒 做事要对莫莉动手 马克本就心情不好 憋着一股火气 正好借保护莫莉之名 朝富翁撒气 一拳接一拳 富翁面目全非 在豪宅里看报纸的保镖 听到花园里声音不太对劲 赶紧跑出来 马克来不及多想 带着莫莉钻上汽车 朝保镖撞了过去 保镖还想起身 马克又猛踩油门 压过他的身体 马克一路狂飙 把车开进偏僻的小巷子 然后砸坏了车玻璃 这样别人就会以为 是被盗贼偷走的 降低两人被查出来的概率 莫莉满脸不可置信 她不明白 曾经深爱的人 怎么会变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回想两人离开马戏团之后的种种遭遇 玛丽终于发现 马克早就不爱她了 那个追着她跑 非见心思为她写剧本的马克 会让她满心疲惫地上台表演 会责怪她出现失误 会斥骂她打电话太慢 会留她一个人晚睡 那个才华横溢 闪闪发光的马克是假的 贪婪冷血和自私 才是她的本来面目 莫莉愤怒又失望地挥出一巴掌 而后决绝转身 去警察局报案 马克肯定要逃避罪责 现在原来的住所肯定不能去了 马克怕被人认出来 不敢乘坐交通工具 悟行潜入心理咨询师的诊所 她要带上所有的赃款潜逃 时间紧迫 心理咨询师却竭力挽留马克 甚至对马克说出了我爱你 马克刚刚被恋人抛弃 最受不得这种刺激 他察觉不对劲 打开文件包 发现所有的绿币都只有一面 全是假的 钱在哪里 心理咨询师到底想干什么 马克歇斯底里 心理咨询师飘然落座 道出了真相 他被富翁欺负后怀恨在心 却因为能力有限 无法对富翁展开报复 若非马克出现 这个仇他这辈子都报不了 心理咨询师发现 马克有接近富翁的能力之后 对马克施展了催眠术 一步步诱导马克 走到了如今的地步 而他完全不惧怕阴谋暴露 谁会相信一个妄想症说的话呢 对吧 心理咨询师打伤马克的左耳 拨通了警卫的电话 马克盛怒之下 要勒死心理咨询师 可惜已经晚了 警卫及时赶到 马克当众行凶 被抓现行 不得不丢弃一切 快速潜逃 慌忙中 他爬上了一个满是铁龙的火车 才逃过追捕 如今的马克身无分文 还背上了人命 被人通缉 他不敢暴露身份 只能四处流浪 鞋子磨破了都没钱换 后来他遇见了一个马戏团 便混进人堆里 骗吃骗喝 只可惜很快被人发现 只能用浑身上下 唯一值钱的手表抵债 马克什么都没有了 连面容都隐藏在毛发和污垢中 可难有人能辨别出马克的身份 走投无路的马克 只能想办法找工作 被迫走进马戏团的报名处 会计本来嫌弃他浑身臭烘烘的 要把他赶走 却在马克走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改变了主意 他换上一副友好的面孔 给马克倒了两杯酒 然后说 现在马戏团里 有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 问马克愿不愿意干 马克听到这句话 头脑忽然清醒 这不就是诱拐半瘦人的话术吗 可惜已经晚了 酒中的佐料已经发挥作用 马克无法控制自己的语言和行为 露出了脏脏 疯癫又绝望的笑容 电影《玉面情魔》 是一部犯罪剧情片 阵容豪华 巨星云集 有人说 这是近年来 唯一一部可以和小丑相提并论的电影 只可惜 电影的票房配不上这部佳作 人物性格鲜明 没有傻白甜 围绕男主的三个女人 女巫自由随性 拿得起 放得下 可以坦然接受巫师的死讯 也能放手男主的离去 茉莉头脑清醒 明白自己对爱的追求和渴望 又明白清楚忍耐的临界点 及时出身离开 心理咨询师更是心思缜密 把所有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三个女人都有别样的魅力 反观男主 就是个有心理问题的渣渣 困于过去 还自作聪明 自认为可以掌控一切 被欲望驱使 最终沦为可怜的半兽人 完成影片开头与结尾的连接和循环 欲望是没有尽头的 爬得越高 摔得越惨 人啊 知足才能长乐 你说对吧 这一年轻人的物件